你有没有发现女人过了40岁 长相就变了 有的变得越来越年轻有气质 光彩照人 有的却变成了一脸苦相 皱纹有多 看着老得不成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相由新生 一个人经常活在生气焦虑担忧当中 这些情绪就会改变我们的神经地质的浓度 进而改变面部的表情和肌肉的走向 即使你再笑你面部的肌肉和神经都是紧张的 那往下走的 所以看上去就是一脸老态 但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活在有爱的氛围里 老公懂她 疼她 关心她 孩子也很孝顺听话 那夫妻俩每天都有话聊 所以你去看一下吧 哪怕这个女人原本长得不怎么漂亮 婚后时间越来越长以后 你就会发现 她怎么越变越好看了 整个人神采奕奕的活力满满 眼里有光 气质也变得越来越得体大方和自信了 所以我也一直在说 女人是被爱滋养的 她被爱的时候一定会越来越温柔美丽 而女人感受不到爱的时候 就会胡思乱想 焦虑 越来越容易发脾气 而这些坏情绪 你一定会反映在面貌上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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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